SUNY WM-EX900 这台机器的故障是 更换完皮带 不工作 可以放磁带 试一下 我们可以耳机里听到声音 我把声音调大一些 如果你有线控的话 一眼就可以看出什么问题 当然现在线控我没找到 放起来了 听这个声音的问题的话 很简单 这个DTT 这个声音就是说明 它没有检测到磁带 但是我们又放了磁带 说明问题出现在 磁带 磁带检测开关上 然后我们把它拆掉 是磁带检测开关 没有检测到磁带的声音 如果有线控的话 线控上会显示一个小磁带的符号 会闪烁 然后电池盘 然后电池盒要拆掉 调起来 然后就可以拆 然后往上推 轻推一些 这就是磁带的 打开了 打开以后 首先我们来测量一下 把磁带放入 万用电表打到封明档 然后 把这个胶部 取向 然后我们来测这个tip 它是没有反应的 说明它没有接触到 来看一下 这个开关 我们需要把这个开关更换一下 但是这个开关更换的话 你必须要把中框拆掉 然后我们要把 先把中框这里 慢慢的 慢慢的 因为 900 跟9的中框是一样的 都是非常脆弱的 太细了 好 我们把中框 拆下 拆下中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EX900跟EX9 都是这一个单按键操作 我们看见 这个开关是有绿 应该是电池有漏液 对 电池肯定是电池漏液过去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开关取下 我们把它取下来 我们可以选择把它短接一下来测试它工不工作 目前已经是短接的情况 然后我们直接按 是可以工作 没问题 是它的问题 然后 哪去了 这个 这个我现在清洗 不知道管不管用 我应该再找一个 来更换 我先清洗一下 然后 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好 然后我们把它装回 我们把它拧上去以后 放一半磁带 然后我们用万用键表来测量一下 还是不好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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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了一下 好 然后 拿出来再刮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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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记忆钢片,不要刮的厉害,如果掰的厉害会变形 变形的话你要想让它再回原样就不太可能了 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 好,没问题 我们更换的话也是需要把中框拆掉的 然后我们把它焊回 老样子必须得清理 有磁带了 然后我们上个电池来测试一下 好,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把中框装回 这个中框是非常脆弱的 好,我们把中框装完了以后 把后盖 注意音量的旋钮位置 好,音量旋钮位置是正确的 好,我们把电池仓的电池盖装上 来看它运行 然后我们把磁带仓打开 看这个开关 检测是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把螺丝上回 然后我们把鞁票放在照片上面 现在我们把鞁票植在这里 好这就算是完成 这个开关更换也行 清洗也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 窝变形就可以了 这就是F900 更换的话就是 后期全部通用